保羅達哥林多人後書 第一章 奉上帝旨意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和兄弟提摩泰 寫信吸在哥林多上帝的教會 並亞該亞片處的眾聖徒 願因為平安從上帝我們的父和主耶穌基督歸於你們 門徒受苦蒙上帝安慰 願仲賺歸於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父上帝 就是法慈悲的父賜各樣安慰的上帝 我們在一切患難中他就安慰我們 叫我們能用上帝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 我們既多受基督的苦楚 就靠基督多得安慰 我們受患難是為你們得安慰得拯救 我們得安慰也是為你們得安慰 這安慰能叫你們忍受我們所受的那樣苦楚 我們為你們所存的盼望是確定的 因為知道你們既是同受苦楚 也必同得安慰 弟兄們我們不要你們不曉得 我們從前在亞西亞遭遇苦難 被壓太重力不能勝 甚至連活命的指望都絕了 自己心裡也斷定是必死的 叫我們不靠自己 只靠叫死人復活的上帝 他曾救我們脫離那極大的死亡 現在仍要救我們 並且我們只望他將來還要救我們 你們以祈禱幫助我們 好叫許多人為我們謝恩 就是為我們因許多人所得的恩 保羅所誇的是憑著上帝 我們所誇的是自己的良心 見證我們憑著上帝的聖結和誠實 在世為人不靠人的聰明 乃靠上帝的恩惠 向你們更是這樣 我們現在寫給你們的話 並不外乎你們所念的 所認識的 我也盼望你們到底還是要認識 正如你們已經有幾分認識我們 以我們跨口 好像我們在我們主耶穌的日子 以你們跨口一樣 保羅未到哥林多的原油 有寬容之意 我既然這樣深信 就早有意到你們哪裏去 叫你們再得益處 也要從你們哪裏經過 往馬其頓去 再從馬其頓回到你們哪裏 叫你們給我送行往猶太去 我有此意 豈是反覆不定摩 我所起的意 豈是從情欲起的 叫我忽是忽非摩 我指著信實的上帝說 我們向你們所傳的道 並沒有是而又非的 因為我和西拉並提摩太 在你們中間所傳上帝的兒子 耶穌基督 總沒有是而又非的 在他只有一事 上帝的應許 不論有多少 在基督都是是的 所以藉著他也都是實在的 叫上帝因我們得榮耀 哪在基督裏堅固我們 和你們 並且高我們的 就是上帝 他又用印印了我們 並賜聖靈在我們心裏作憑據 我呼籲上帝給我的心作見證 我沒有往哥林多去 是為要寬容你們 我們並不是核管你們的信心 乃是幫助你們的快樂 因為你們憑信才暫立得住 是為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